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臂要带动手腕 然后手腕发力的时候要短促 不要拉得太长 脚步移动是看准对方来球的线路 提前跑到位去击球 进攻的平抽主要是指的是主动的时候 其实跟封网有接近之处 也就是要求你拍子始终在高举 在最高点上连续的打击对方 叫进攻平抽 下节课我会教大家如何打防守平抽 敬请期待 联邦快递使命必达 下节课行 下节课向平抽 高举 大福音 下节课行